好,接著到這一套 這一類作品是我最不擅長的作品 鑑於它的題材 你不擅長的意思是因為它是軍舞所以你不擅長 在軍舞裏面的作品來說 我是對...大家都知道我是對海戰的軍舞片 我是極度不擅長的 所以這一套東西其實 它可能很多潛在的意思 我未必能夠完全解讀出來 你明白,尤其在年頭有很多藍的專家 首先打頭盔,我對藍的領先是零的 你也不要問我龜不龜是藍的 作為一套動畫去看 我們兩位其實是作為一套動畫去看 大家就不好意思,所有藍的知識的東西 我不會在這一節裏面做討論的 如果要的,我只會有的單無懈出來 要是你跟我說得輸 或者大家有興趣的可以上來 沒有什麼問題的 我們接著要說的那一套就是高校艦隊 開播之後其實也有很多人對海報 宣傳海報、上纜等等 也是一些特大的宣傳 這套東西也有些話題性 因為它也有一點半戲 因為這套東西首先是原創的 沒有原作的 你可以看高校艦隊 在海報都是覺得 又是那些日常番、治癒番 只不過是拿了艦隊來做 很多動畫都是這樣的 美術部也好 藍隊也好 吃咖喱也好 還有都是搞這些東西 誰不知他真的是打海戰 這套東西其實簡單而言 純粹就是一個學校搬了一個艦隊的生活 世界觀就是當這個板塊移動 也都因為戰爭的關係 所以就 很有深度的 其實我覺得 突然間是很有深度 不過這是第二集才說的 都是 都是一些稀詐的成分 就是 令到日本變成了一大隊員的地方 海上都市 而還需可就是一個這樣的海港 尤其是變成很海上化的 在那個時候 在這個情況 為了用這個 建立一個海的行船方式 或者建立一個海的交通等等的東西 只要女人也要做男長和男員 只要沒有了女人 用女人去做這個 叫做 藍色人魚的原因 是在於什麼呢 是因為說 因為女性被人看出來的感覺和平一點 是一個性別歧視 我覺得這是嚴重的負拳 我看到那時候 這是什麼邏輯來的 其實這是一個很慣性 所謂叫做 一些煙微的問題 就是男性一定是耗用鬥痕 女性一定是會和平一點的 就像是做一個關懷的角色 幫助人的角色 對於說 女性是 這件事 好像有點負面 女性一定是 會受欺負比較軟弱的角色 所以他們會比較和平 是那些負面 男性一定是打打殺殺的 那些 我覺得是很膚淺的設定 不過你不要管 他喜歡這樣做 還有我甚至覺得 其實是有一點特地玩的 我當時 第一下首託其中聽到那個是女性做男性 因為和平一點 我覺得是很 感覺有點奇怪 但去到看起來 女性才打得狠 其實你聽王子華都知道 萬一他那幾天不方便的時候 你踏著了他 他一個掣過來的話 就沒有意思了 沒錯 那這裡告訴你 就是什麼 當然說笑而已 他純粹是為了一個目的 女角全體合法化 沒錯 他變成全部都是女角 那你就可以賣到這個女女 和男隊 當然我覺得有趣的地方 就是好笑就是 女女一來打得很狠 打海戰 第二就是 那些全男班的潛艇 一個出場的機會都不會有 就被人打走了 就是女 所以女才是王道 在這裡 其實 暫時那個號碌 就是套了一個陰謀 在裡面 是挺有趣的 這件事發生了挺有趣的是什麼呢 這套東西很明顯是什麼呢 所有的角色是很光明向的 但是套了一個很黑暗的陰謀 在裡面 我一開始都挺關注的東西 就是他分明有些感覺 就是想要入常的感覺 的一些劇情 再拌進去戰鬥 尤其看起來很明顯 就是他應該有作曲家 作了兩系列的BGM 一個是日常BGM 一個是戰鬥BGM 你只要聽著背景音樂 由緊湊的音樂變輕鬆的音樂 就很明顯知道 劇情已經劃分了 其實你已經 所以你說 那個角色裡面 其實他是很日常步活的角色 想了一個叫艦隊的地方 產生出來的一些 我叫做 反差 我想他是想做那個 為什麼我說他欺詐 就是因為那樣東西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輕輕鬆鬆的故事 不知打下去是認認真真和你一起打 還有陰謀有背景的故事 當然啦 都是那句 藍那方面 真的海戰打得有多實在 我不是很肯定的 但至少我作為一個外韓人 看下去 他就告訴我 就是這個海戰 他怎麼用他的戰術的東西 是真是認真的一場仗 對啦 那你說 那個故事就是這群所謂的 所謂精英 每人就會持有艦隊 就會出去 開始這個實習 那 接著就出海之後 因為某一些的原因 就被認為是一個反叛 奇怪的地方就是他無緣無故被老師襲擊 他唯有為了脫身的關係才嘗試去反擊 但就被人當成反叛 而似乎在第三集 就是有些人 就是不單止 第二第三集都開始說 應該不是只有他們一部藍 就發生這個事情 就是有多少人都連鎖效應 在同一時間都好像被人洗腦 無緣無故不聽指示 就去打人 這個就是奇怪的地方 雖然我沒有看過 應該我不熟悉所謂藍色的東西 但這套東西 我問過朋友 我突然說 因為我有印象就好像那一套 有些人都跟我一樣 好像追擊赤色十月的條段 不需要覺得很像 因為吉田凌子姐的編劇 自己說了一句 就是他也是參考這套東西 是他說了 所以你覺得好像是正常的 對啦 因為我這套東西也很有名 所以我也很有名 如果他用這個套路 其實就是走著這套東西 就變成就是 那藍隊裡面 大家都知道 我和鏡花應該都是 尤其是我 我是絕對沒有資格當藍長的 你叫我記了全組人的名字 我給你們一二三四 你現在在這套動畫裡面 叫我講回這角色的名字 除了藍長和副藍長 還有兩個名字 明賴和真白智 我都已經忘記了 是啊 明賴其實就是一個 他做一個單 他一開始就做了一個 其實都挺學步式的 我覺得就是 怎樣維持一個好的藍長 就好像一個爸爸般照顧大家的存在 你不需要能力好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在抓緊你的下線 下線就會幫你做事的了 這些管理學的問題 雖然他最後的劇情都說 就是這個 所謂成績不太好 無刻做一藍長的人 其實都挺有才能去做打仗的 戰術方面不差啦 我不懂分析他的戰術 究竟是好定位 至少是劇情表現就是途徒 這些是關於會 其實他每一集 他都做了一個遺跡出來 我覺得他是一套 挺入門向的海戰作品 而且他試圖 把遺跡的藍 一切的基本資料 都讀出來 他每一集都讀一隻 嗯 都好的 一來他真的很遺跡式地 把資料唸口网告訴你 但他最後都有 真的在戰鬥中 表現到一個藍的特性 例如 那個藍的炮門是厲害的 炮彈是打得很痛的 但他的靈魂性 就沒有你一步到晴峰這麼快 例如這些特色 就可以在戰鬥中表現出來 這個是有教科書的朗誦 還是會有劇情的配合 告訴你 其實為什麼可以這樣打仗 這個戰鬥呢 因為始終是有一點 他的生活學步的味道 就是這個戰鬥你不會覺得緊臭 是的 就是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他 我想是怎樣都好 他是沒有辦法去逆轉到這件事 但我又不可以說他是死症 因為不覺得那編劇很有意識 覺得你很緊臭 所以才是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想打一場的什麼 輕輕鬆鬆打海戰 是的 你覺得就是什麼呢 這套東西裡面 你不會覺得會死人的 是的 那個搞笑的地方就是 明明是一個緊纏的戰鬥 但又不是覺得他是生死相撲的程度 甚至我覺得是什麼呢 我是覺得 見那種見血 我覺得是直接爆了廠的那種見血 其實分分鐘都沒有什麼 甚至是沒有 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是 其實他們做的東西 完全是可以見血 所以我會定義 是一個很輕鬆的學步戰鬥 就是用一個海戰的形式去表現出來的 老實說我覺得角色的話 就真的不是很出現出來的 或者只是出了一個特色 我覺得 我想是因為原本的主題題材 他需要的那種特性 配合不了 就是你這些輕鬆裡面 令到你不可以跟你的設定 產生一個化學效果 令到你對這個角色很親密 這個我覺得是這套東西裡面 就是他一個很難做的地方 就是他現在做到的就是什麼呢 他只能夠做到一些角色 是很可愛呀 很萌 有一個特色給你記住呀 有一個屬性 就是他的屬性感 也不是很重的 你會覺得是 叫做什麼呢 一些很離地的女角 但是你不會覺得 就是他們是接受不了的 我覺得那個編劇的選擇 我就看得出 就是他仍要設置一個這樣的男隊 有一大堆的女角的時候 我都猜他應該 有很大部分的女角 他都預料了給他一些特色 觀眾稍微記得他是什麼人就算了 他應該都很著力去描寫男長和副男長 我想應該是 應該是橋南裡面的人 是的 尤其是由這兩個開始說 慢慢再說多一點 說幾個就算了 我猜他應該 那這一方面都沒什麼問題 這個位置其實 你對我想起就是 他是Strike Rich 那種 就是強襲魔女 那種的模式 強襲魔女 甚至就是什麼呢 那些主角會很正經 就跟他有某幾個 是故意直到不正經的 就是會給他一個軍事風味 出來給你 但是這套 那個的軍事風味 是沒有那麼重的 所以我也有點期待 或者好奇 最後那篇劇的拿捏會是怎樣的 是的 是的 一來他又不是像這個強襲魔女 那樣有些軍事風的味道 他又不是像學原孤獨 特意把日常和殘落的現實分開 現在分不開 分不開 而學原孤獨這樣分開 一來是有需要 還有角色的成長必要的 這個台語話 少許學原孤獨 老實說 這輪是值得一看的 我看了漫畫師 搞得我都想 高校艦隊 頭三集還是這樣 不是緊湊 但並非生死雙博式的戰鬥 還可以的 我覺得不是不生死雙博 他們做到好像氣氛上 那個氣氛好像是什麼呢 不會死的 是的 不會死人的 我覺得那個緊張的來自是什麼呢 他們那個態度 令他們覺得 怎麼可能會死人的 是不會死人的 是的 那個女角很輕鬆地放淚 放淚就放淚了 沒有那種就大聲 你搞定它 這些這麼褻絲底 生死相貌 你再搞不定就死人了 那種就好像說 打中了 沒事的 所以我有兩個預想 我有一個預想 就是本來這個故事 會黑的 就是最後打打就真的發覺 林尋坐死了人 這麼開心說放淚放淚 放淚放淚就殺了人 但我有些覺得應該不會這麼黑吧 會說黑的 你說到這個位置的話 唯一的轉列點就是什麼呢 明奶的朋友 當沒有訟號 如果沉迴的時候 她朋友死了 因為她朋友是立了Fact的 我們兩個星期後再見 是啊 而且你放在床頭上有照片 通常都是有問題的 死眼 一個氣張死眼 死上來 就好看這套東西 知其說得直接 是她的走向 其實跟男娘類似 男娘都是你沉了隻 其實是一個轉列點 我覺得這套東西 她會面對男娘動畫版同一個情況 你究竟想走什麼 男娘就是失敗的地方 就是她衝了一段路之後 回到頭 爬底 爬底 但是這套東西是沒有這個負擔的 因為死了人是不會令到玻璃心的 是啊 因為我們對角色的情感 是不是有這麼強的 是啊 大家反而會吃花生 看她去得多盡 是啊 所以我覺得這套東西 她少了男娘的心理負擔 是啊 但是她同樣要面對男娘的心理問題 她究竟要踩盡 還是不踩 因為踩盡 大家吃花生有劃性是可以的 但是踩盡就是有相應的期望 你編劇做了多少呢 因為其實如果照剛才的鏡頭所說 原作者本身 她都是想參考 《歷神十月》 是啊 那我是有期待是死人的了 不是 雖然我知道大家都經常說 我是很喜氣死人的 我聽我自己過案的紀錄也說 我也知道 我是很期待死人的這些作品 是吧 是好看的 沒辦法 也不怪我 所以現在編劇走了一條幹線 這條幹線她還未走到中間位 中間位那時候她會有什麼決定 我這麼說 錄音的時候我們看了第三集 其實我們錄音的時候應該是播放第四集 我覺得其實第四集 第四集 他最遲都要第五集 他要決定這套動畫的走向 傳統智慧 我聽說第四集應該有挑戰開 對 傳統智慧的話應該是第三集 三撲滑四 傳統智慧通常都是三的 三是定位來的 但現在說第四集也不是不行的 但他要交給他們這套東西 究竟他是想做些什麼 不是的 其實到你去到第七、第八集 你才試圖逆轉這件事 我肯定是你一定會出事的 因為話題性其實大家說 原來不是治療回來的 原來是艦隊伴廣山就講完 這個話題已經差不多要去下一個話題 沒錯 所以這套東西面對的問題是 關鍵的第四集和第五集 最遲第五集 我也是說一句 他必定要決定 這套究竟是一套輕鬆日常艦隊伴 還是一套嚴肅、溫武、死人伴 沒錯 我們都期待一下 色目以待其實都是吃花生意味的 我承認的 老實說我是很想看死人 尤其是天真愛的少女 突然之間就死了 是很大衝擊性的 你會覺得是什麼呢 是很典型的說幹騙我 對著拍著電腦 我不是想看少女死的 我是想看伯鶴 是的 究竟說寧會愉悅到呢 我們拭目以待一下 沒錯 好那我們去下一套 好 好